这个视频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左手边这台 LG的C3 42英寸的电视 使用半年多的一个使用感受 另外它值不值得买 咱们这个视频采用Vlog的形式 今天天气特别热 最高气温38度 咱们一边吃冰棍一边聊 时间可能有点长 如果你特别关注这台电视的话 那就慢慢看 我也没打草稿 本来想打草稿 但是打了几次 我感觉就那么点事 我就写了一个大纲 好 先说第一点 这个LG的C3 42 给我的第一感觉 那就是贵 即便我用了半年了 我还是觉得它贵 但是这个贵是相对的 相对于穷 它就贵 相对于富 它就不贵 那怎么判断穷富 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 这台电视当时花了我6999 在某东自营买的 如果它烧平或者过三年烧平 没有质保了 它坏了 你不心疼 你再买一个C4或者C5 那就不是贵 但你觉得买了这个6999的电视之后 天天用的跟宝贝一样 天天供着 就像我现在动不动的 我上了厕所 我就得把屏幕关了 为什么 怕它烧平 怕我上大号 上的时间太长 或者出门忘了 它电视一直开着 一直亮着 我心疼 所以说我也穷 咱们谁也别笑话谁 好 第二点 使用效果怎么样 一个字 好 我这就写了一个好 那怎么个好法呢 就是说 如果你用它来玩游戏看电影 不管是PS5游戏还是电脑游戏 它都非常适合 表现的画面特别棒 但是你要是用它来做文字处理 比如说做一个塞尔表格 或者写卧的文档 我觉得有点亏 第一 第一它并不胜任这种白屏幕 第二呢 有点浪费 太取材了 这玩意就是给 玩游戏看电影这种娱乐定位 娱乐需求用的 我最早从1996年开始用显示器 用到现在不能算多 但也绝对不少了 这台电视当显示器用 它给我的光感是No.1的 最好的 在我使用的这些显示器里边来看 另外我还要跟各位说一下 这个电视就是娱乐需求 这个显示器它就是PC办公需求 如果你电脑用的多 我说的并不是打游戏 电脑打游戏也是娱乐需求 如果你用电脑办公比较多 那还是首选显示器 如果你玩游戏看电影为主 用的时间特别多 那就用电视 这是个电视 它并不是显示器 虽然我放在桌子上 用它来连电脑 它也是个电视 下一条说说这个HDR 我以前用过HDR400 我旁边这台显示器是AOC的 它用的是LG的NANO IPS屏 4K60带HDR400 我还用过明基的HDR10 还有HDR600 还有莫比乌斯的 我还去索尼的体验店 体验过他们家的M7跟M9 虽然是索尼的 但是它毕竟也是显示器 它好像也是HDR600 HDR这玩意真好 甚至比一些电视还要好 电视它也是分等级的 就算是1万块钱电视 它HDR效果是非常好的 我之前刚买HDR400的显示器的时候 很多人说HDR得600起步 甚至得1000起步 你才能看到效果 但是我当时觉得有HDR400肯定比没有好 至少说你知道HDR是个什么东西 但是一般的IPS屏 有点画了 像我左手边这个屏幕 它是HDR400 但是它是液晶屏 这个电视是OLED 液晶屏的HDR 它是把所有的灯都打开 就算你显示的是黑色 比如说这个位置全显示的是黑色 但是后边灯管仍然是亮的 所以说看上去有点灰灰的 另外从侧面看还有点露光之类的 这都是正常的 但是OLED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 非常的棒 即便是PC游戏 在生化四重制版老头华里面 还有一些其他游戏 只要开了HDR 还有对马导之魂 那是非常好的 但是我又要插一句 PC版的HDR同一款游戏 比如说对马导之魂 我觉得还是PS5版的画面更好 虽然都是HDR 我那显卡也不刺4080 但是从亮度光感上讲 我个人更倾向于PS5 好下一条 有点漏了 我争取在吃完这颗冰棍之前录完 好说下一点 我感觉我有点变态 变态到什么程度呢 我刚说了一点了 我要是上厕所 我不知道是蹲两分钟还是十分钟 我就会把这个屏幕关掉 回来我再开 就是防止减少它烧屏的风险 另外还有呢 我用它来接电脑 我这个电脑是Windows11 默认是白色的 我给它改成暗色主题 这个暗色主题就黑嘛 但即便是暗色主题 但仍然有些软件还是白的 所以说我尽量把那块白的 给它变小或者放后面 给它盖一下 主要就是一个目的 就是少用白色减少烧屏 以至于达到了变态的地步 挺变态的 说白了就是怕坏嘛 这样是不怕坏 坏了我再买一个新的 三年内质保 如果烧屏人家给换新的 万一三年内它没坏 第四年坏了 那不是自己的损失吗 关系咱们也没那么富有 说是到时候换一个就换一个 好下面说下一条 这个LGC3电视它是支持4K120HzHDR的 推荐玩它的设备有两个 一个是PS5 另外XBOXXX应该也可以 如果你用的PC 那就最好是4080起步 不要觉得4070太S就行了 建议4080甚至4080S起步 4K60高特效 玩它或者4090 如果显卡比较差 建议升级显卡之后再换屏幕 好说下一条 声音系统是怎么连接的 有很多同学比较关心 DS5的HDMI2.1连电视 电视有一个光纤连我解码器 或者叫前置 前置再连音箱 这样我的电脑也是连前置 前置连音箱 直接在前置双目三菱D6里面 来切换声源就行了 下面说是带宽 PS5的HDMI2.1的带宽是32G的 这个电视有4个HDMI2.1的接口 都是满写的 是48G的 所以说电视不会PS5形成短板 而且电视跟4080显卡是可以开到 因为这个显卡它也是HDMI2.1的 可以开到4K120赫兹的RGB10比特 全拉满 冰锅还有这么点 我说说什么人适合 什么人不适合这种电视 对普通的玩家来说 如果你有PS5 普通玩家我推荐4K60赫兹的显示器 不推荐它 4K60找一个老牌子的 什么是老牌子呢 就是人家5年前 10年前就在做显示器了 大概1500应该能搞定 如果你有点闲钱 可以把显示器升级成4K144HDMI2.1 这个价格差不多是3500 我说都是老牌子的 上面说的这俩都是PS5用户 如果你是PC用户 是2K高刷用户 比如说4060 3060 或者4060Ti 3070 这个级别的显卡 那就是2K显卡 或者2K高一点 那首推2K显示器 2K高刷显示器也不推荐它 如果你想买索尼的M9 27英寸的挺贵的 是6000块钱吗 还是五六千块钱 不便宜 有索尼信仰加成 如果你对索尼品牌 不是特别的迷信的话 与其选27寸的显示器 不如选42英寸的OLED 因为OLED跟液晶 还是有挺大的区别的 我说的是光感的效果 咱们并不说烧不烧平 反正我感觉 预算到索尼M9了 肯定不差钱 我是不敢选M9 我觉得贵 以前我差点一咬牙 选了3500LG的95U 但是后来一咬牙一跺脚 换了这个LG的C3 好下一条 如果你是在客厅玩PS5 预算一个W 我也不推荐这个 你选一个大个的 75寸或者85寸的 液晶的不要选OLED 因为75或者85的OLED 得2到3个W 接近3个W太贵了 一个W我觉得还是尺寸 大小非常重要 比OLED要重要 因为我是在小书房里用 我这个桌子是纵身80 左右是1米6 放一个PS5 一个42寸的电视 我没挂在墙上 就是放在桌子上 还有一个数字的27寸的显示器 这就已经满了 两个音箱就只能放在边上了 用支架 好最后说说C3还是C4 去年发布的C3 今年发布的是C4 C4也不便宜 C4比C3亮度最高亮度高一丢丢 高一点 还有一个就是在JPC 它的刷新率 从C3的120变成了144 JPS5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明年还有C5 后年还有C6 每年肯定都会有一个小升级 去年C3前年C2 我觉得这个东西 根据自己的实力来买 赶上什么算什么 如果要买呢 建议买有保障的 千万别买什么 或者我不推荐买什么展品 或者是其他渠道的东西 没有收货的东西 或收货不好的东西 毕竟这么贵的东西 万一真要是坏了 将来一扯皮 挺麻烦的 别勉强上 真别勉强上 我还是开头那个观点 这个东西确实贵 但是你觉得他买了他 将来坏了不心疼 那就可以买 如果坏了你心疼 或者像宝贝 或者像菩萨一样供着 那就真的没有意义了 好 最后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在iPhone6 Plus 刚发布的时候 我从官网花6000多 买了一个6 Plus 好像用了没多久 在拍照的时候 因为那个比较大 叭唧摔了 屏幕磕在石头上 直接碎了 后来人家官方是不给保的 就花了700块钱 找第三方换了块屏幕 但是这个屏幕 怎么说都不如原装的舒服 当时挺心疼的 后来用不了多久 我也不用它了 因为我不喜欢屏幕特别大的 我就换了荣耀吧 用了两年 后来又换了Mate20 又用了两年 后来又换了小米10 现在是小米14 最近这几年我用的这些手机 如果它坏了 或者进水了 或者摔了 我都不心疼 但是说如果现在我花一万多 买一个15 Pro Max 如果再摔了 我还是挺心疼的 所以说咱们都量力而行 别勉强上 别谈便宜 那我为什么要买这个呢 是因为我做自媒体 想体验一下 体验一下好坏 好能好在哪 差能差在哪 我都知道一下 这样你们在问我的时候 我就好跟你们说我的感受 你们没必要跟我比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 再见